近期不少真材活动都在举办 但台湾工时问题备受讨论 尤其周休三日提案通过 不过国内科技大厂 包含台积电 联发科腾都不做评论 因为先前受到晶片荒影响 多家大厂扩建中 明年有复苏迹象 甚至可能迎接爆炸性成长 如果改周休三日 对产业影响巨大 一个重大议题 总是要经过充分详尽的讨论 对劳工来讲是个好事情 搞不好会有一个反向的作用 企业看法普遍偏向保守 而33企业交流会理事长林伯峰 率先指出周休三日 直接提高企业营运困难度 恐怕也导致失业率增加 另外企业营运成本也会提高 恐怕这一造成物价上涨 通膨再发生 虽然根据国外先前公布的实验结果 对61间企业2900多名员工 实施周休三日 和同期相比 公司收益增加35% 离职率甚至降低超过一半 但台湾有网站公布民调结果 周休三日的支持率达到42.5% 不赞成的民众36.9% 不少网友还吐槽 赖公德不会同意啦 公使是党心里最硬的一块 冠老板会让你自愿来加班 另外如果中小学也跟着周休三日 根据推算结果 周休三日一整年 休假日达到165天 再加上原有寒暑假48天 总上课天数只有152天 已经违反课纲规定 每年200天时数 施行恐怕有难度 他有一定的时数 如果说周休三日 对学校课程的整个安排 以及学习活动 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周休三日课都上不完 校方不赞成 就怕学生的教育受影响 记得中间的网易提音 特别报道